大家晚安 我是無界 那今天要來實況一款 我上禮拜在ESHOP只用100塊日幣買到的遊戲 特務A 這麼便宜還支援中文超賺的 那這款遊戲看介紹好像是個密室逃脫的解謎遊戲 那這一類的遊戲我幾乎都沒有玩過 但是我還蠻想嘗試一下的 那今天就來試玩一下啦 第一章 可以直接跳章節嗎? 那我們就從第一章開始吧 第一章 偽裝的謎題 早安 官員A 你的新任務是從頭部 認識Ruby LaRouge 一個敵人我們相信在攻擊我們的秘密警察 我們需要你追蹤Ruby 那你還把任務派給我 那你還把任務派給我 我要抓到他就是了 很快欸 才兩層樓的時間他就可以換裝完畢喔 欸 呃 封在的 那個不是給我任務的人嗎? 還是我記錯臉了 他直接把整艘船都炸了 這是他的別墅的意思嗎 移動游標暫停 還可以暫停 互動向後移動 所以就只有這幾個牛 真不敢相信 我要露比為長官的死付出代價 真的耶 剛才那個是他的長官 新任務找到露比 拉魯閣 直接看大門嗎 這裡肯定就是他的巢穴 所以他的長官已經死掉 他還要調查 欸 等一下 我剛剛應該先調查才對 調查這個嗎 這個應該是鑰匙吧 金色的鑰匙孔 只要找到鑰匙就行了 鑰匙 所以我要在這個畫面找到鑰匙嗎 通常大家不是都藏在盆栽裡面 等一下 這太好猜了吧 所以我按這個就撿起來 好 我拿到鑰匙了 拿到金鑰匙 好 就直接 插鑰匙孔了 我要點這個嗎 喔 我要用拖的 等一下 等一下 剛剛好 還有密碼 這是怎樣 亂按嗎 第一個就按錯了 等一下 等一下 哪邊有提示 這個水裡面有嗎 看著這片美麗的庭院水景 我的身心都放鬆了 不過除此之外 沒什麼用 所以這裡也是嗎 好 那我們先退回去 密碼 密碼會在這裡嗎 這是什麼 這是樹嗎 那是露比的船 船在哪 不是在旁邊嗎 這個房子 來 偷看一下 窗戶 蛤 不能浪費時間 可是 密碼呢 密碼呢 這是什麼啊 這是什麼東西 等一下 這裡面有鑰匙耶 裡面有東西但要怎麼打開呢 這感覺要插卡耶 做工精緻的信箱 空的插槽 等一下 你的感想就只有這樣子嗎 這個 所以現在是打不開就是了 它這邊看起來有通電啊 直接破壞電力呢 果然上了損 某種電表箱 嗯 那這個管子呢 管線可以破壞嗎 應該是房子的主要水流管線 沒有辦法破壞嗎 讓路比沒有水可以用它一定就跳出來啦 這關物所真沒力 你很容易分心喔你 目前是沒有其他地方可以按的 該不會是叫我自己拆密碼吧 燈泡在閃爍 看來它最近沒什麼時間維修家電 你的感想就只有這樣子 所以密碼我還是只能自己用拆的囉 欸 地毯啊 地毯下面 沒人但沒有躲在下面 廢話喔 我以為下面會藏一下它這個密碼的便條紙之類的 所以只能自己在 喔 我按對了 通常一定是斜角對不對 然後再這樣子對不對 欸 欸 還沒開 那就這一個啦 喔 我好聰明喔 我覺得這是人設密碼的一個慣性喔 欸 瞎掰掰到欸 我好厲害喔 好 進去吧 我進來了 看一下這幅畫 先來鑑定一下狐狸這一幅是不是真的假的 好吧 不得不說它品味真的不錯 所以是真貨的意思喔 中間這裡有個花瓶 這也是狐狸的藝術品嗎 就這樣子而已 喔 這是什麼 看到按鈕就想按的一個 我會不會手箭啊 喔 隱藏控制面板 那這面板可以幹嘛 又有三個按鈕 我要全按嗎 等一下這裡有槍 這個是槍對吧 欸 好難瞄準 驅柄把手 原來不是槍 等一下這按鈕可以幹嘛 這是可以按的嗎 裡面一定有東西 但要怎麼打開呢 這個按鈕嗎 按這個 我看不懂 跟旁邊這個電波有關係吧 喔 要讓它全亮的意思是吧 有辦法讓它全亮嗎 成功了 我只是亂按 等一下 我完全看不懂啊 右邊有個空的 呃 所以我應該要找個東西把它塞進去對不對 我現在只有這個 這個 這個東西是放在這裡的嗎 應該不是吧 好 應該還有別的東西 我們再來找一下 海膽 這裡有海膽 這裡房子也有個水族箱喔 海膽跟鯊魚欸 天啊 等一下這裡怎麼有個鑰匙 鑰匙放在這種地方還真奇怪 的確是很奇怪 除此之外呢 這個花盆應該不會也有再放一些東西了吧 太巧了吧 我家也有一模一樣的花盆 可能都在狸貓商店買的對不對 所以才會都買到一模一樣的 這個呢 沒什麼線索 鯊魚呢 鯊魚能調查嗎 鯊魚不行 海膽也不行 那這個呢 出水孔也不行 好 那我要上樓嗎 這邊可以上樓梯嗎 可以欸 拉門還有鑰匙喔 金屬鑰匙孔 剛才那一根不行嗎 喔 這應該是那個水槽裡面的 水槽裡面的鑰匙 所以要拿到裡面的鑰匙 我是不是要用這個控制器 然後把 可能是把裡面的水給抽乾 然後才能拿到鑰匙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啊 但是我們現在還缺了一個方塊的東西 要把它塞進去喔 那先來這裡面看一下吧 喔 糟糕了 又要爆炸了 燈 完蛋了 完蛋了 這裡就是它的巢穴 它該不會把我關起來吧 你真是後知後覺呢 我已經完成任務了 關閉警報系統 你可以用嗎 不行 現在門被關起來了 這個花瓶是不是也藏有什麼呢 沒有秘密按鈕 坐墊下來 沒東西 那這個呢 沒時間休息 我沒有要休息啊 我就要你查一下有什麼東西啊 那這個花瓶裡呢 間諜住這種房子都不怕被監視嗎 你是說有一大堆透明窗戶的意思嗎 這個抽屜 喔 喔 好 這裡就要用你了對吧 不是嗎 你不是三角形的嗎 用不了 真的假的 早早拿到這個把手結果都沒地方用 喔 保險箱藏在畫後面 怎麼好像都沒有提示啊 我這個是要把三個圈都指到它的箭頭方向對不對 喔喔 然後再這樣子嗎 這保險箱有點好開耶 我覺得它怎麼都沒有提示 少了一塊 什麼東西都少了一塊 這個喔 這個 少的那塊在這裡 好燙 裡面應該有藏東西 那這個呢 這個呢 這個東西到底哪時候才能用 你用那個把它勾出來啊 好吧 這個道具怎麼這麼沒有用啊 我們上去二樓看一下好了 鋼琴 這裡面有藏東西嗎 喔 等一下 這是什麼 機關也太多了吧 放在這裡 東西不見了 為什麼 這間房子有這麼多謎題要解 它平常住在這裡不會很辛苦嗎 鋼琴 這個 這個琴鍵好像不太對了 就只有它好像位子跟別人不太一樣 好像可以把某個東西放進來 你呢 你呢 我只拿到一個道具然後不管在哪都用不了 所以是怎樣 我可以彈甘情嗎 它這沒調音耶 音整個不準 蛤? 你現在還在看人家有什麼書 欸欸欸 喔喔 喔喔 你把人家燈打破了 喔 這裡這裡 喔 有磁鐵 磁鐵 磁鐵 好 我知道了 磁鐵應該是 去吸一下那個 水族箱裡面的這個對吧 來這裡 用磁鐵 把它吸過來 我要移動它嗎 欸 可以耶 原來如此 等一下 我好像懂了 我要這樣子走迷宮 呃 呵呵呵 等一下 那個海膽 那個海膽 好 慢慢來慢慢來 這樣把它吸過來 天哪 誰設計這種東西的 所以那個露比他只要回家一次 他就要先走一趟這個 集集電流棒的路線就是了 好 成功 耶 我入手了 好 然後這個鑰匙應該是 往這裡的 來 把它插進去了 有點魚腥味 好 趕快 抽屜裡面有什麼 三角形的 剛才有一個缺三角形的東西嘛 這是什麼 梨牛的頭 然後他少了一隻眼睛 然後這個花瓶 花瓶不能幹嘛 電燈 照亮了我的人生 屁籃的人生 你再 不趕快出去你的人生就毀了 喔 百合播放機耶 少了某個東西 喔 你終於用得到了 這是你 為什麼沒在放音樂 因為沒有唱盤啊 在這裡 唱片 合體 不知道他喜歡聽哪種音樂 還蠻累的要這樣子轉 欸 我還要一直轉嗎 這什麼奇怪的設計啊 音樂播到一半然後飛出這個螺絲旗子 也太嚇人了吧 電話 噢 這是我的老闆 電話 不行嗎 國外是911 噢 不行啊 國外就趕快叫消防隊來救你出去啦 真是的 時鐘 這時鐘不準 什麼東西都不準 鋼琴的音也不準 這裡還有一間房間 這裡應該找不到什麼有用的線索 這裡看起來是浴室啊 你以為找不到就找不到嗎 我覺得我操縱的這個人 很會腦補 別擋路 臭凳子 脾氣也不好 這是香水吧 法國香水 品味真高雅 開這個水可以幹嘛 開這個水可以幹嘛 這裡有什麼 你剛剛不是說覺得這裡沒什麼嗎 這是槍嗎 喔 望遠鏡 這槍已經被拿走了 蛤 我看你找到了我的安全房間 但你還沒有接近我 他該不會要引爆了吧 我們走著瞧路比 這是什麼 橡皮擦 不能拿 這個應該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吧 這畫面是不是表示到處都開始在進水了 我要被淹死了是不是 那我要趕快出去 出口堵住了 什麼意思啊 那我要怎麼出去 喔 再把它關起來 好 看起來是還安全的 這是他睡覺的地方 啊 有貓貓 他把貓貓放在這裡 然後等下房子炸掉 那貓貓不就死掉了 而且他貓還在呼嚕欸 這是什麼 設計真有趣 有幾片不見 不見的東西超多的好不好 啊 貓呼嚕的聲音 抽象藝術 直接抱枕了 走開 又一隻花瓶 好啦 看來 是沒有什麼其他的線索 再往樓上 噴災室 植物會自己移動 有什麼特別的含義嗎 我又拿到一個三角形了 喔 正方形了 太好了 然後我先到樓下放這個方塊 方塊應該就是放這裡吧 來啦 我來放方塊啦 來 喔 喔 喔 呃 然後可以幹嘛 欸 我看不懂了 啊 也許要去別的地方找東西放進來 放什麼東西 嗯 我看不懂 糟糕了 我理解能力太差還是怎樣 螺絲起字 總該可以用了吧 在這裡 解完一個謎然後又一個謎這樣子 要反射那道光線喔 那你可以用嗎 用不了 喔 望遠鏡啊 用不了 電話也沒有用 欸 後面這裡有一張紙耶 這個 這符號擺在這裡不太對勁 啊 你不拿出來看一下 嗯 等一下等一下 下面這裡還有 藏一張紙在這裡 喔 有了 切記 切記 對付特務A不可掉以輕心 盡快解決 倒是這邊 我有兩塊三角 把它放進來 天啊 這總共要幾片啊 這個圖 啊 我知道了 這就是下面那個方塊的圖 紅白橘藍黃 好 OK 那我們下去 紅白橘藍黃 就這個 紅 紅 白 橘 藍黃 這樣子 耶 今天我只拿到一片這個 我好傷心啊 好吧 至少又拿到一塊三角了 到底要幾片啊 這間應該也沒什麼東西了 我再打開一下看一下 是不是 欸 這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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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哎呀 我剛才居然沒發現 警報系統把前門也鎖上了 喔 喔 喔 我看到了 上面的那個順序就是這邊的花盆的順序對不對 所以這個再墜一下 好 好 你在最下面 有了 好 就一塊三角 一個支架拿來放什麼呢 當然是放望遠鏡啊 OK 然後我們再把這個三角放進來 那進來這房間 就會聽到貓在呼嚕的聲音 欸 它這邊少一顆東西 然後感覺是紅色的嘛 我想到剛才掛在牆壁上的那隻牛的眼睛 它只有一顆眼睛然後是紅色的 這樣我是不是可以把它給拔下來呢 這個 欸 不能拔嗎 小了一隻眼睛 不能拔 所以不能拔下來 然後我 我還要找另外一顆把它塞在這裡 我把水打開之後這裡突然出現了一個 時鐘喔 所以是三點 我要來把那個時鐘調到三點 三點我來了 不起來 怎麼哇 她的 時候алась 能 الش 你可以看幾聲你去授! 兩個給你拔下來 整個蛋 用在這裡對不對 來 把它放進來 打開了 所以我現在可以走出去了嗎? 露比可能還在外頭 她已經拿狙擊槍瞄準你的臉了 這樣就進到第二章了 我還一堆迷迷姐 小心啊 弦彈 你不會想... 進去 然後下面有個 這把戲玩不久的露比我很快就會揪住你的狐狸尾巴 要關閉通電系統 原來是這樣子的 我以為第一章我就要把所有的三角形都給收集起來 看來不是這樣子 好啦 那我今天就先玩到這邊 第一章已經過了 那我下一次呢 再從第二章開始 那以一個只有100塊日幣的遊戲來說呢 我覺得還蠻划算的 剛好可以激盪一下自己的很久沒有動的頭腦啊 好啦 那今天就先到這邊 感謝大家收看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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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見囉 囉 欸 融